五黨籍現議員候選人楊華美要挑戰連任 除了把握時間敗票 她也在團隊的腦力激藏下 針對流言蜚語順勢苦衷作樂 推出了躺著就選上的系列梗圖 期盼告訴選民 背後的辛苦和努力換來的成果得來不易 希望大家可以做出最好的選擇 九合一選舉進入最後倒數 五黨五派 順功背景 抽到二號的五黨籍現議員候選人楊華美 今年要挑戰連任之路 把握最後一週時間走遍華聯拜票 包含臉書上我們把這四年當中 所有每一個監督的議題 以及我們為什麼哪些不當的預算需要被刪除 我們都做了很多的資料的蒐集 以及功課的整理 那最後進入倒數五天 然後非常的希望大家能夠好好的 審慎的來選擇你心目中最適合的候選人 那我是二號楊華美 敢說敢做敢監督的二號楊華美 需要你的選票來肯定我 然後也希望更多在花蓮以外的年輕人回來投票 我們要一起守護花蓮 這次參選楊華美在競選過程中被謠傳躺著就選上 楊華美表示原本是肯定的評價 但卻被有心人士操弄政治而語 轉變成不要投他的理由 我是社工背景的人過去也沒有政治的經驗 家族沒有人從政 所以在選舉的過程當中其實非常多的俄語 那包含現在坊間都在傳說楊華美躺著選就會上 所以我們和團隊在想 我們要怎麼樣來凸顯這個荒謬的問題 讓選票能夠不要流失 讓大家知道這樣子的謠言 它其實是必須要被識破的 所以我們就用一個一系列的躺著選就會上的梗圖 來凸顯這個議題 我們第一張梗圖躺著選就會上是 我們躺在所有這四年的預算書上 我們認真的看預算書 然後來整理預算分析 把不斷的預算提出來做刪除 然後以及要他們調整 然後或者我們在草地上躺著 就是要讓大家知道除草基的重要環境的重要 然後我們在客座椅躺著是我們對於教師權益 孩子的受教權等等的 這些問題 最後的一張梗圖是 我們是人民集體的期待 要把我們洋華美送進議會 然後展現民意的基礎 展現人民的聲音 洋華美競選團隊順勢苦衷作樂 推出系列躺著就選上梗圖 索性告訴民眾 他們說我躺著就選上 因為我躺的是 躺的是所有洋華美背後做過的辛苦和努力 期盼選民理性判斷 為自己投下最好的選擇 記者長方彥 華林氏報導